您有什么需要做的? 您能够认为简单的字吗? 我姓慈耳,名乔语,就是乔二乔下语的语 我本身是古境人 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 我在商业堂主要是负责学生事工,补习事工 为什么你会突然间 就是会负责负担的这个事故 那就要归咎于 去年那一场突然而来的MCO 让我们的TLC不能进行 所以我们在不得已之下 就要完全停止 然后也从来没想过停止 竟然要停到 现在差不多要接近两年 因为那一场MCO的到来 有很多的电话进来 我记得大概差不多是三个礼拜 MCO的第三个星期之后 我就接到一连串的电话 那这个电话是 有一些是透过朋友 朋友打电话来问说 你知道哪里能够帮忙一些需要的家庭吗 他们现在很缺乏食物 那有一些是我们自己学生的家长 补习班的家长 那也有一些是 以前我在另外一个机构的时候 所服事过的一些家庭 他们都在先后都接到他们的电话 然后告诉我说他们很需要食物 那时候你知道MCO其实我们全国是执行全面管制 然后我们都不能出去除了你去看医生 所以那时候 当我接到这个电话之后 我就立刻打电话给上一堂的社会关怀主 然后跟他求救 然后很快的 我们的负责人 社会关怀主负责人 就告诉我可以 教会决定帮忙 那时候是教会出钱 我负责去采购 然后负责去一家一家的拍送 但是呢 也有一些省和一些限制不能夸过去 那我们有一些家庭 需要求救的家庭是超越我们能夸的范围 那怎么办呢 那当时就找一些的超越市场 他的经理坛 可否我们从这里买货购货 然后从另外一个公行出货 也很棒这个超越市场的老板 愿意帮忙 就是我们这边买货购货 他们那边出货 这样就让其他比较远地区的家庭得到帮助 那也有一些的例子是 当时有一些地区是他们需要的量比较大 那我们就去所有市场 直接把话送到对方的面前 然后就由他们去派送 那一直到5月12号 我们是5月12号可以开放 开放嘛 那我也回来教会上班的时候 就跟刘牧师提起 我过去这些外面的种种需要 那我当时也从刘牧师那边知道说 其实商业团教会在当时也有卸助了一些地区 比如说甘邦古代或者是另外一些地区 他们也是很需要 然后教会也有派发米粮那一些过去 那我们在教团当中都发现到 这个需要是在在大 当时的牧师这么讲的 他说我觉得这是正确的道路 我们应该对我们周遭的人提供帮助 特别是这些受疫情影响的家庭 包括那些外劳 你知道外劳是比我们本地人更苦的 所以当时牧师这么提起 最后牧师也说 乔尾假如我们教会在做的时候 到时需要你的帮忙 我当时就在想 可以可以 我回答他 我当时在讲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卸助者 那我后来才知道也让我上了这一床 所以我们当时开始是有了一个 发现到外面的需要 然后教会也决定说要有一些行动 实际的行动 大概是这样的 那这个腹帮力开始的时候 原本他的这个想法就是他整个过程当中 本来是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 然后本来的一个计划是什么呢 我们自从跟牧师谈了之后 我们就很快的就成立一个小组 就是决定的小组 然后我们就开始有了一些草案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进行 当时我们是设定这个期限为六个月 然后每个月是一百个人 然后当时是这么想的 像你刚才讲的 当时本来是一定是六个月 可是好像就我所知 现在好像还在进行当中 就是这个疫情已经差不多 接近两年了 这个还在延续当中 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在背后吗 还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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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一直每半年的延期 每半年的延期 但是有时候很多东西超越 我们所能想象 激活感不上变化 就是当时的六个月 我们在延长之后 我们发现到 三老月的疫情不止没有好 反而更严重 特别是古今 突然间在六月的时候 就是我们再次经历MCO 我见到疫情就大爆发 那爆发的时候呢 很多个行个月也没有经营生意 很多人失业甚至是根本没有收入 当时外面的生意很不好的时候 我们Food Bank的成绩 我们的生意是最好的 我们没有接 我们就是一直往上爬 那时候 所以我们到处都收到 随时都收到有人确诊 打电话进来说 我们全家确诊 你们可不可以帮帮 送一些食物来我们家里 没有食物 我们要14天的关闭 有时候有一些 我们也收到是 一些教会的 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看到哪里有人切转 或者是有一些需要 他们就过来帮忙申请 然后帮忙拿东西 然后送到对方的家里 这个也很多 所以一连串的需要 让我们没办法要一直延迟 甚至暂定是延迟到年底 我们还不知道 最多的家庭需要是在7月份的时候 那一个月超过400多个家庭 我们本地人还是外劳 全部是超过400个家庭 所以我们是因为这个疫情 我们决定延迟 明白 那我想跟你了解多一点 就是说 你刚才有提到说 有一些确诊的病患 甚至是可能叫外劳 就是这些的对象 但除了这一般人之外 我们上一谈的foodbank 有没有接触的比较特别的对象 或者是他的人群 有 你知道在这一年多里 我们真是看见人生百态 我们的很多自己走进来的家庭 他们当中都是来自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种族 有马来西亚也是有外国人 他们当中有些是婚姻家庭 有一些是离婚家庭 有一些是同居的家庭 有一些是常常人士 也有孤单老人 有街 有一些少年妈妈 或者是各种各样生病的 也有很多 生病的 他们真的是没办法之下 他们真的是在求救 有一些是 年老的祖父母 还要养育孙儿孙女 因为孩子没有收入 不能寄钱回来 或者是有一些是 父母离婚 然后把孩子留给老父老母 他们要养育孙儿孙女 所以有时候是 要养育孙儿孙女 来帮孙儿孙女 申请 各种各样的 这些背景 我们帮助的 不只是 个别或者个别家庭过来 你知道呢 这个疫情让很多的企业 经营不下去 有一些甚至要面临要倒闭这样 那我们也接收一些电话 是关于一些老板说 可不可以 他已经撑 这一年多来 要养活他的那些员工 已经快撑不下去了 他们可不可以帮他的员工申请 因为是住在同一个地方嘛 那些员工嘛 我们就派我们的福音车 派我们的义工厨嘛 我们就把物质送到对方的工厂那边 然后我们送遍见见那些员工 送遍跟他们聊聊 看看他们的状况 他们有一些是本地人 一些是外地人 外劳也很多 对 那我相信乔宇在这一段时间 从去年3月18号甚至到今年 已经到最近年尾 这一年半 大概我算起来 有十七八个月的时间 有吧 我相信你接触的 就是这些人 就是莱福bank的个案 应该是蛮多 很多很多 我觉得多到可能上百 可能都上千 我也不不 我觉得 七百多 OK 你有没有一两个特别的个案 是你觉得印象最深刻 然后你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们有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家庭 在我们福bank成立的第二个月 就是有一个很年轻很漂亮的妈妈 她当时在MCO 她就生了一个 baby 我讲她年轻 她真的是我看 刚刚离笑不多久了 一个未婚妈妈 那因为跟男朋友 有了这么一个孩子 在MCO期间 他们是在外面租房间的 那是因为她男朋友也是未婚 那这个妈妈是本地人 她们没有办法负担那个房租 因为没有收入 去年七月份的时候 我还记得那天下午 她是抱着她的一个 baby 刚刚出生一个多月的 baby 就这样走进来 她也是我们当天的最后一个家庭 所以她进来就告诉我们说 她的需要 她的状况 然后我们从她的 谈论当中 知道她的状况 甚至吓了我们一跳 当时 后来因为她 因为欠了房租 房东已经给她最后的期限 假如你再不复 整理你的房租的话 你大概再过一个礼拜 你就要搬出去了 所以她给我们的时间 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也很紧 那时候 所以当时我们就立刻决定 说去她住的地方看一看 所以发现她 那个房间里 你除了一个地方 是可以放住她的一些吃的物质 然后就是 连一张物质都没有了 所以就是一个matrix 一个床垫放在地板上 然后就是她跟baby 就是睡在那个地板上 你可以想象 就是一张像样的椅子 给我们坐都没有 我们是坐在地板的 所以我们看到她真的是 在这里生产 然后在这里做业 然后她已经来到这个地板 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跟她的物质联络 她的物质跟她谈 后来我们就决定帮她 跟物质联络之后 我们就会决定说 帮她处理这个房租 但是当她处理房租 不能够解决她的问题 因为她是单亲 然后男朋友又不一定说 会有收入还是怎么样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 所以我们当时就找了我们一个 我们认识的一个基督徒 老板娘 我去找她 找她跟她谈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老板娘 过去帮助了很多人 就跟她谈 是否可以帮忙收留 这个单亲妈妈跟她的孩子 后来老板娘知道她的情形 立刻告诉你心里 她立刻说叫她来 小影就自己叫她来 带她来 明天就带她来 我这里有地方给她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从我跟她 这个老板娘的谈 到我们把这个妈妈带过去 我看情况没有上天的时间 我们就把这个妈妈带过去 就把她搬家带过去 这个老板娘给她一个住的地方 告诉她说你不要担心 我这里有的住 我们这里反正是做吃的 我们吃什么 你跟我们一起吃 你不要担心孩子的奶粉 我们养得起 所以我这些就交给我吧 她还记得她说 这些交给我吧 所以你看 所以我们就把她 凭信心交给她 然后她就在那边 老板娘也提供给她一些工作 所以这到现在 大概一年多了 透过父母我们认识这个人 这个妈妈 然后也透过这个 基督徒的老板娘来帮助她 我觉得上帝是在爱她 上帝是在爱她 然后我也觉得 我们做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就是想想当年耶稣在世上的日子 他过很多的时间跟那些穷人在一起 然后他也是这个世上的光 觉得说我们能够做对的事情 然后能够做上帝所喜悦的 因为如果今天耶稣在这里 我想他也会愿意这么的帮忙 也是这样的帮忙 所以要 这一路走来 你有没有面对一些困难 或者一些问题 这样讲 我们其实要严格讲说 有一道很挣扎 很挑战的其中一个就是 你知道我们的食物常成立 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那我们的义工 我们有一批很好的义工 很忠心而且很乐意的弟兄姐妹 成为我们的义工 人数不多 但是风雨不改 从我们开始有这个义工 他们就在陪伴我们一起做 坦白讲 这个富美假如没有他们 我们没有办法应做 所以我很感谢有这一群的义工 那有一些是家里有很幼小的孩子 那在这个疫情期间 他们其实要面对很大的风险 很大的风险 因为万一他们感染的话 带回家的话 他们的家人就会被感染 这是我们的担心 我们除了尽量买比较好的口罩给他们 尽量加强我们的SOP 尽量照顾这些 一直碰消毒之外 那我很感激 因为他们决定来 他们决定来 他们其实也很挣扎 他们很挣扎 然后但是每次我告诉他们 很缺少的那时候 他们就会跟我讲说 我来 我来 我觉得他们都做得很棒 所以他们愿意来 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挑战 我相信 也非常的保守 这一班的义工团队 我相信 在所有的 所谓的施工站也好 所谓的一些工作上也好 一期间真的非常重要 就是做相扶持 非常关注 我想说 在我们结束之前 想起乔语 就是有没有这一路走来 有没有你个人的一些得着 或者是你想要说的一些话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自己很蒙福 因为我看到 有一些在这个Foodbank 十五传票 其实最少都有两批 没有名字的天使 你知道吗 他们很感动 我坦白讲他们很感动 有一批他们是出钱出力 你知道我们Foodbank是突然间成立的 我们没有任何的预算 所以之前是没有的 但是一路走来 这些没有名字的天使 他们出钱出力 那有一些 他甚至每个页都固定给我们物资 我们的鸡蛋 我们的泡面 我们的饼杆 我们的一些笔 都是有一些人固定在背后支持的 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每个礼拜 收到弟兄姐妹们的奉献 都真的是避免我们每个月的所需要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感恩 没有他们的话 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有这么多 这超出我手 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很蒙福 那另外一批我刚才提到的就是那批天使 有他们的同工我觉得是太棒了 这一路上风雨有人同行 而且我们的教会的牧者 我们教会的领袖 从我们负面的存在到现在 他们都是YES的 每次跟他们打纳 我们的需要他们都是YES 他们尽量想办法来支持 我觉得这些我都要感谢 感谢我们的上帝 感谢我们的教育 真的 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 也效仿着耶稣的脚步 是非常好的 我也希望说 也不知道是否会延迟 不知道我只是 但我觉得这个事工真的是 带给了我们身边的一些非常需要的朋友 在这短暂性的 就是你这个帮助是非常好的一个 是的 我其实也蛮期待说 因为我从很多的 我们的前来的家庭里面 他们给我很多的回应 你知道吗 有一些 他们明明很 家里已经很 很需要食物了 有一些他从我们这里拿了一些食物回家 他亲自的做了蛋糕来送给我们 有一些这样的 有一些家庭他来的时候也会做一些点心给我们 你看我们这些家庭都很可爱 那 有一些会告诉我 我真的是很谢谢你们 因为我们家里真的是没有良食 我们真的很谢谢你们 那有一些会告诉我 感谢你们的上帝 有人这么多的感谢你们的上帝 对我们来讲这个物足不是很多 但是对他们来讲 他们觉得这个对他们很 很贴缺的需要 那我们期待这些 这些是一个种子来的 期待着能够留在他们的心中 有一天能够在他们的生命中 发芽 他们不只是能够体验到这个物质的温暖 甚至能够认识这位耶稣基督 这个是超棒的 超棒的 对他们才是最大的需要 希望这个种子能够生长起来 这个是我们的期待 谢谢大家